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带你来看这场大火 熊熊烈火不断燃烧 浓浓的黑烟直窜天际 位于日本京都的动画制作公司 京都动画传出火警 博士之大整栋建筑 几乎都被大火给吞没 警方接过通报之后 连忙派出将近30辆的消防车前往灭火 花了大约5个小时才将火势扑灭 事发当时里头有将近70个人 突如其来的大火造成惨重的死伤 警方发现这起火灾竟然是有人中火 根据日媒的报道 41岁的中火男子 当时拿着一式式汽油的物品 先在一楼中火 最后导致一楼有两个人死亡 二楼有11个人死亡 另外在三楼通往顶楼的楼梯 发现了19名死者 遗体则是呈现叠躺的状态 净土动画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动画公司 而代工作品更是耳熟能详 包括神奇宝贝 蜡皮小新以及红猪等等 这起日本近30年来最惨重的纵火攻击事件 也震惊了国际社会以及动画迷 东森新闻国际中心综合报道 这一起纵火事件发生之后 可以说是震惊全世界 连远在美国的库克都表示哀悼 对 那库克因为一死 他就在他的推特里面说 为这一些过世不幸过世的人祈福 也因为这样你就知道 虽然这一家的京都动画 在所有全世界的动画社里面 它的规模不大 但是它是全世界的一个第一品牌 它做过了 协助过了 包括我们知道柯南 包括某女 宅急变 包括蜡皮小新 蜡皮小新 讲这些你就懂了 如果不讲这些 你可能还不了解 对 几乎大大小小 甚至有一阵子 很多的家长说 不能让小孩子看蜡皮小新 会学坏 记不记得 那时候我小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不想给他看 问题是你动不掉 时间到六点他就要看 所以其实他的影响力非常大 那这家公司在1981年成立的时候 是帮其他的人去做一个代工而已 到2003年 他才有自己原创的一个产品出来 2006年他第一部的一个自己原创的 就是梁公春日的忧郁 梁公春日的忧郁 就是画面上这一处动画 这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处动画 对 结果造成了轰动 那后来再推出一个 中二病也想谈恋爱 那中二 所谓的中二 就是我们这边初中二年级 现在叫国中二年级 我们以前不是有读过一本叫做 少年维特的烦恼 对不对 对 中二就是他可能有幻想 然后他也可能有一些 我们大人没有办法理解的 内心层面的一些想法 结果他把那些写实 把它写出来以后 也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回响 那最主要在整个业界认为 他们这家公司16年来 只有推出30部的一个动画 所以也代表这间公司 它是慢工出细活 它是非常龟毛的 那他做出来的一个动画 最主要就是写实精致 唯美 男生 女生都喜欢 好 中二病也想谈恋爱 这一部动画 当年你有办法配音 对 刚好 你配的是谁 我配女主角的姐姐 叫石花 石花 所以是画面上这一位吗 这一位 穿橘色衣服这一位 所以你们要用声音去演绎 是的 这个姐姐她的个性是 比较高冷型 然后没什么表情 不太会笑 最高冷型的声音 你要怎么配呢 就是会像这样讲话 然后讲话就会带一点狠劲在里面 但是不是凶的那种狠劲 是透过这种 教训妹妹的时候就会说 你在做什么 不是叫你来吃早餐吗 之类的 这个就是在冷静中有狠劲的声音 对 问题很厉害 所以如果我们要表现出热情的声音 因为当年你是专业的配音乐 通常你会用什么样的声音来表现热情 热情的话语调就会比较高 像现在这样就是 嗨大家好我是大安雷 像这样就是会比较嗨 她的声音有好多表情 我们回来讲 这家动画公司 其实失火了之后很多人 为什么会这么悲伤呢 是因为她其实陪伴很多人 度过不管是你开心的日子 还是悲伤的日子 包括我们刚刚所谈到 钟儿彬也想谈恋爱 包括良工春日的忧郁 这部片子其实在当时也是很出名 对 最主要就是说 她制作的一个作品都非常的精致 而且男女都非常喜欢 而且是唯美的 一般来讲我们以前台湾的一个漫画 不管什么诸葛四郎 那些都是感觉上画的没有那么的唯美 没有那样的公笔画 所以很多小孩子从这个一年级 二年级到六年级 像我老大到国中的时候 还非常喜欢看 每天几乎都是看 但是你知道 这整个动漫在日本有多重要吗 那个产值很大 他一年光是产值2.3兆日币 2.3兆就台币六千六百亿 那六千六百亿你一定没有概念 对不对 我们台湾中华民国 一年的预算的三分之一 而且他的产值 占日本的GDP的百分之二十 所以动画家在日本收入是非常高的 甚至他们有一个专门的电视节目 就是把各个行业收入高的拿出来比 比如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附坚易博 附坚易博他自己讲一句话说 我在打电动的时候 我躺着钱就东东东进来了 附坚易博士画什么动漫 他在画类人的时候 类人的时候他就有一天没一天 又有白书 又有白书 他在画类人的时候 他就有一天没有一天 就有时候说互刊了 又停刊了 互刊了又停刊了 所以他的粉丝就觉得说 你是要贪什么钱 你一天有一天没 这样对吧 其实错了 他光是悠有白书的一个版权收入 他那一年在日本缴税排名第76名 好厉害喔 对 所以日本的动漫家是收入很高的 而且他的太太也是动漫家 他太太在画什么 美少女战士 所以他们夫妻两个是高收入的 所以你不用怕 你不用带她烦恼 所以他收入很高 另外有一个叫做回谷归戒的这个人 回谷归戒 你不要他画一页的那个动画 就一万块日币 一页 光是一页 一页 一本书很多页 对 那如果今天推出17页的话 他就赚17万了 而且你也不要担心 他说他光是一个作品 就可以卖30万本 那如果用一本是598块的日币 来算的话 30万本他的版税抽10% 可以收1500万 日币 以前外国的日币 他不是很出名 另外我们来看这个比较出名的 叫鸟三鸟 鸟三鸟出名到什么 他在鸣谷屋 鸣谷屋他画的叫做七龙珠 七龙珠这个名字 没人没人没人 七龙珠 买多少你知道吗 653万本 他住在鸣谷屋 他每天要送稿 他是从家里开车送到鸣谷屋的飞机场 然后用飞机送到东京 很麻烦对不对 很麻烦啊 而且他每天要去送对不对 对啊 不爱鸣谷屋啊 我迁到东京去 你知道鸣谷屋的政府 跟他怎么讲吗 要卫留他 我为你造一条高速公路好不好 让你送的时候简单一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的税收占鸣谷屋 在那一个年代百分之八十 他一个人占百分之八十 所以他就是那个地方的产值 对 1982年他那一年的收入 6.4亿的日币 1982年是民国71年 他的收入是6.4亿的日币 你就知道后来当然也是框他 没有真的为他造一条路 但是这也代表说 那些漫画家都是高收入所 我们来看海贼王的一个 海贼王那个也很厉害 那个作家 他家里的家 今天我们团队的媒体来跟我说 阿姬你有看过海贼王吗 我说没有 他说这样厉害 厉害 那你实在那样浪货 浪货 海贼王卖多少本你知道吗 卖3亿本 3亿本 所以我们到他家里去 他家这是游乐场 这叫海贼王作者的豪宅 对 豪宅里面 它就是一个游乐场 它里面有小型的影城 你要看电影什么都有 它里面有小火车 它里面有夹娃娃机 它里面硬有 竞有 所以他们家根本就是 一个游乐园是吗 对 游乐园 所以要有那种心情才要办法 创作出那么有趣的动漫 其实那些动漫家都很天真 他们都要维持一种 天真 活泼 浪漫的一个情怀 不然的话你没办法 去画那些东西来 像我每天都是担心 柴米油盐酱醋茶 我们脑筋响了 我们每天承受都是压力 我们怎么有可能那种 天马行空的一个想法 所以动漫市场 比我们想象还要来得大 动漫市的收入也是高收入 不过回来讲动漫 当年你还配过什么样的动漫 动漫作品除了刚刚中二病 我再举一个比较知名的好了 是《十几之灵》 十几之灵 对 比较简而易 就是讲的比较简单 它就是现在的美食漫画 因为以前大家可能中华一番比较听过 然后是比较近期的美食漫画 然后吃到好吃的作品就会报仪 那女婆她的声音应该怎么表现 可不可以表现 她就是讲话会比较就是 就是惠霖那小姐 你没事吧 就是会一切都是乙 就是很急切 有点那种就是很关注很急切 然后对于其他不在意的人 就会很凶 你可不可以再讲一段 你到底搁在这边干什么 李惠霖那小姐 远一点 就是先这样子 就是她生气的时候 对 那她碰到她的主人的时候 她会怎么样呢 惠霖那小姐 请问我这样做还可以吗 好的 我下次会改进 谢谢 所以大奶奶本来声音就是这么卡通吗 没有 这叫妆 我平常声音是这样 像现在讲话这样 我声音很低其实 其实声音很低 可是当你配卡通 就变成卡通的样子 因为卡通通常 尤其是日系的卡通 她们的角色都讲话都很夸张 对 都会要 就是比如说女生尖叫都要 都要这样叫 对 就是因为她画面都会很夸张 比如说她吃到好吃的东西 暴力的时候就会 就是会不要 因为衣服爆了挪起了 我刚刚听你的声音 我都感受到那个画面了 那个爆开的感觉 对 就是会必须要这样 但是你一定都配女生吗 你有配过男生吗 男生就是小男生 比如说男生 顶多到少年 小男生就是 这样讲话就是少年了 大家好 我是大奶奶 今天天气正好 主持人你好漂亮喔 我们有跟我这么漂亮的人 对啊 这个突然之下 我就被他感动了 用震态声调戏主持人 其实我以前也蛮想做配音乐的 你知道吗 其实可以啊 我跟你讲我会配那个 樱桃小丸子的那个 美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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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可以拿我腰丸吗 真的好喜欢你喔 对 你可以唱金包银 金包银 所以我也是蛮喜欢玩 那个配音游戏的啦 很有趣 不过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产业 这个动漫产业 阿忠哥你曾经访过一位动漫家 大家应该知道科长导根座的这部那个漫画 科长 科长导根座 你连科长导根座都没看过 我真的跌倒了 不要告诉我们 你是财经节目主持人 好吗 我不会 好 科长导根座 你知道这个漫画总共多少年吗 36年 1983年就开始有这个漫画 就是这个漫画吗 对 可是它是黑白的 对对对对 这个 科长导根座 这个漫画在台湾卖翻掉 那因为这个出版社 出版这个的这个漫画出版社 是我们集团的一个出版社 所以2010年的时候 这个作者特别来到台湾 那他来台湾的时候 刚好我跟他做专访 然后而且跟他一起办活动 帮他主持活动 那这个科长导根座的作者 叫洪谦献史 那这个洪谦献史你想想看 他单单做这个漫画 就成为一个 等于是终身都是做这件事情的人 然后而且你知道他很厉害 他很会投资 他画漫画 然后他写了经济学 他经济学的 漫画经济学 他把经济学的整个理论 用漫画去表现 你知道2010年来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原物料还很夯 所以他来告诉我们什么 你知道吗 他告诉我们说他非常看好中国 他投资印度 他看好原物料 他这些东西都能分析 然后我觉得印象最深 你知道他这些漫画 科长导根做的很多情节 他告诉我们 灵感的来源从哪里来 你绝对想不出来 他说跟那个酒店的妈妈桑 对 他说他每到一个地方一定去酒店 而且找那个妈妈桑 去因为妈妈桑最知道整个城市 所有的人的想法 所以他从那里面去洞悉整个人性 然后把整个故事找出来 所以那时候据说你访他的时候 他也画了一个漫画 是你的吗 用你的 没有 他自己画的一个 他自己的字画 然后签名送给我们 送给你 你要收好啊 我们这是公司资产 不过我们回来讲 其实我们刚刚虽然 憲哥有谈到 日本的动漫所占的产值 等于是台湾一年的 三分之一的预算 但那是最保守的 就是观光讲那个动漫 那还不算周边的 他周边的产业大的不得了 观光啦 商品啦 甚至于出版啦 那些如果都行不让都算进去 那真的很难计算 你漏讲了一个最重要的 叫做游戏 因为从漫画 他就衍生出游戏 所以他如果把漫画跟游戏 整个结合起来 日本他们要提升经济成长 是要靠整个动漫产业 所以动漫产业是一个 非常核心的概念 好 那你刚才讲到观光 所以我们就是来看一下 有圣地之旅 什么叫圣地之旅 就是这个漫画的场景 是画哪里的 或者是这个漫画的作家 是哪里人 那这个地方他就会变成 大家都要去朝圣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来看 有第一部 这部第一名的叫做 你的名字 这个我有看 我真的有看 好 你的名字 这部戏你知道 它整个卖作3.5亿美金 可是你知道 在台湾就卖了多少 就卖了2亿多台币 好 那这个 你的名字的这个拍的 描述的这个地方叫什么 叫飞驼 飞驼 飞驼 飞驼这个地方 你刚刚呢 2016年这部电影上了以后 你知道飞驼这个城市 造访的观光人数多少 100万人 隔年110万人 所以整个政府还动用资源下去 号召所有的观光客 来 因为这部电影 然后来这边去参访 所以来做这个圣地之旅 所以你就知道说 在日本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商机 连飞驼里面 他这个漫画里面有画 他们说有一个口诀酒 有 他有一个口诀酒 这个口诀酒就是说 要那种就是 女巫 就是画面上这个 对 熬煮的这个酒 结果当地的这个酒商 马上就把这个酒拿来做出来 限量发型 所以变成他还有带动了 伴手礼的商机 伴手礼商机 另外有一个圣地之旅 我们来讲就是 大家应该 有没有听过鸟曲县 鸟曲县 鸟曲 可能有些人没听过 但是柯南你应该听过吧 柯南当然有 好 那柯南 画柯南的这个作者叫 青山岗昌 他就是鸟曲县的人 所以日本的鸟曲县 全日本有72个机场 是用很多的人名去命名 其中鸟曲的这个机场 就叫柯南机场 好 因为为什么 因为青岡岡山 是鸟曲县的人 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名字去 引来了很多柯南迷 去鸟曲县观光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日本人 对这个商机是非常看见 所以我听说 日本有个机场叫柯南机场 不是真的假的 就是这个 就是鸟曲机场 所以它也叫柯南机场 对 就是柯南机场 它叫鸟曲柯南机场 鸟曲柯南机场 所以那个地方 大处都是柯南的商品 除此之外 带动观光之外 它其实你刚刚有谈到虚拟 也就是游戏和虚拟的商机 这块商机也很大 这个我们就要讲到初音的未来 初音的未来 初音 这个不知道你有沒有看过 你也没看过 有啦 初音我就真的有看过了 好 来 各位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初音 他还看过演唱会 我知道我们来听一段 好 好 好 他什么时候出道 2007年就出道 拜托 他已经红了12年了好吗 各位 而且他不会老 你看 多好 完全不会老 你知道他身价多高吗 30亿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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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仅这个会唱歌 而且你知道吗 他们的公司还帮他打造了 用扩真实镜 他还可以跟人约会 所以他的粉丝可以在这个咖啡厅里面 跟他一起喝咖啡 跟他一起对话 对不对 用AR这个画面 你可以带AR 然后你就跟初音约会 对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 用这个AR的技术 就会看到初音就出现 所以你知道 所以对日本人来讲 这不只是一个漫画 它已经是变成一个科技 变成一个充满想象力 它变成一个可以拟增 所以你延伸出来的这整个商机 就不得了 等会儿再来谈 那台湾有没有这样的文创概念股呢 还是要先问答 那你还配过什么音 我配过 刚刚讲的少年 我刚想到就是 我有配一个是 他是韩国的动画 韩国的动画 Running Man Running Man Running Man其实是 韩国很知名的综艺节目 我不知道主持人是不是知道 知道 对 然后他有动画 自从我刚刚不知道那些漫画之后 你们就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 对 然后他就是有动画 他把所有综艺节目里面的真人 都变成动物 就是一个人 那你配谁呢 我配一个叫 他真人叫哈哈 然后他 你动物之后他是一只企鹅 是这一只吗 对 就是这一只 你配 你连企鹅都会配 你不是只配人 我们入行的时候 前辈就说过 要在圈内有一席之地 首先一定要先配过十二生肖 对 等会我要听听他的手声 想你可不可以先配一下 这只企鹅的声音有什么特色 这只企鹅 因为他很刮躁 然后因为他又是小男生 所以 他的声音就会像这样 哇 我不要玩了 你们觉得很刮躁 你们都欺负我啊 我不想玩了 就像这样 就是很歇斯底里的感觉 对 就说你还配过韩剧啊 韩剧 对 有配过韩剧 韩剧你配过哪一出啊 韩剧最大家比较知道的 应该就是鬼怪了 鬼怪 那是配鬼怪里头的谁啊 就是持恩卓 女主角 就现在在讲话的这一位 那她的声音的特色是 其实是就是少女声 就是青少女的声音 因为她是高中生嘛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去世音的时候 也是就是用比较贴近 一般的讲话的方式 大叔 我爱你哦 就是用这种比较 青少女可爱的声音 那时候就印象最深刻的是这句话 就是因为要跟大叔撒娇 对 所以大内 你刚刚说你们入行的时候 一定要先必备的技能 就是十二生肖动物都要会配 其实不是指动物的声音啦 是外形 就是因为卡通很多都是 动物去拟人的嘛 比如说像狮子王 就是会讲话 动物会讲话 然后那时候前辈的意思是说 你录到作品够多你就会 只能有一天你会把十二生肖都录到 比如说你这部作品就录老鼠 然后你就录牛 这样子 你如果都录到了 就表示你在圈内已经有 差不多 就是应该待一个够久 就你什么动物都录到的话 就表示你已经越过那个初阶班了 你已经到那个中阶班 资深等级了 也不到资深啦 就是有一段时间了这样子 对 那你平常在家里怎么练习那个声音呢 平常 我觉得配音员应该都一样 就很喜欢很爱演 很爱演 就是动物动就喜欢就是 所以打屁的时候就会开始用 奇怪的声音交话 就是 我今天累死了 我不想录了 我想回家什么的 就会都用很奇怪的 你现在真的不想录了 没有啦 太久了 没有 你小心我有会讲 对 其实大家多少都有会爱演的那种 所以声優也是一个 从动漫衍生出来的一个产业 对 声優就是配音 好 配音 所以你看动漫 因为他有配音在后面 所以这些配音的角色 也可以变成偶像团体 所以整个 那这个在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叫Love Life 他就在讲一群女的高中生 好 女的高中生 他们之前本来他们是配音员是不是 配音员变成偶像团体 配音员变成偶像团体 但是他原来Love Life 他是在讲一个动漫 里面就是一群高中生当配音员 然后变成偶像团体 结果这些 帮这个片子配音的人 后来就组成了一个偶像团体 叫Mew 这个Mew的偶像团体 他们还上到什么红白对抗赛去 好 对 而且在这个东京巨蛋去办演唱会 所以你就知道说 这整个从原来是虚拟的到真实的 到最后又变真实的 所以你就看到真真假假 真真假假 虚拟真实的直接不断的在交错 好 这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大Mew搞不好 也会成为偶像团体 因为他长得这么可爱 那盘面上有没有文创概念固 我们可不可以来看一下 台湾这么多动漫 到底台湾有没有文创概念固 好 那我们先看4994的一个传奇 传奇我们来看它的一个日线图 传奇是 它最近它有一个叫做风之国度 它在日本上市进入到前30名 那另外它在年底的时候 还有一个幻想神域 它的一个游戏软体 要在日本上市 它是做游戏软体的 那阿关在一个月就暑假了 所以游戏股其实有机会动 对…游戏一般来讲 在暑假之前开始动 到暑假的快结束之前 你就要下车了 因为你不能等到暑假结束 那它其实它今年上半年的一个 EPS不是很高 因为它的风之国度 要在日本上市 当然就有很多的行销汇用 那行销汇用花下去以后 如果成功的话 那未来的收入就非常的可观 你看它所有的一个技术线型 都形成在一个多头的一个排列 另外我们来看3293的一个星象 那星象这档股票很厉害 第一季赚4块5 第二季赚6块 加起来上半年超过10块 但是… 它也是做游戏的 对 但是也不一定不保证 它下半年天赚10块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要按照 技术面的一个操作 不要说上半年赚10块 把它乘以2 因为游戏软件不一样 因为要看它有没有推出新的游戏 而且有热卖 对 你看那个外资持股 就2万多张 所以是一个国内国外法人 非常喜欢的股票 而且它的股本 大部分的股本都非常小 所以它稍微的业绩好以后 它的股价的一个表现就很突出 所以这也是刚刚我们从动漫 衍生过来的游戏软体 好 探完了令人伤心的 京都动画纵火事件之后 警戒要来谈台积电 台积电从昨天晚上的 ADR大涨之后 回到在今天盘面上也持续大涨 带动了整个盘式在今天 气势不错 最主要还是来自于 它昨天的法术会秀丽 所以法术会有三大惊奇 所以很多人说 台积电未来的前景 比之前法人 还没有开法术会之前的预期 还要来得好 没错 而且今年的第二季的看法 跟第三季的一个预期 都改了很大的一个幅度 因为包括它的资本支出 还有提到的5G 甚至5G手机 甚至也看到5奈米的数字 什么都是5 555 对 我们也同样的看到了 现在又刚好是三星 在跟日本 就是日本跟韩国 也在打贸易战了 如果以三星的7奈米 都转给台积电的话 这个会让台积电的成长幅度 大概也有增加7个百分点左右 就是7奈米带来的增长 也就是说台积电的关键密码 就在5G 5奈米 5G手机 所以台积电法说会令人惊奇 我们来看到 今天有谈到7奈米是蛮载的 第二季的激增率成长一成 第三季的激增率上开18% 第四季的展望更好 季季高 人家是步步高 他是季季高 所以我们回来看它的股价表现 在今天呢 其实昨天晚上 大家看到ADR就知道漂亮了 那在今天仍然延续昨天 ADR的歧视在台股反映了 昨天的利多 中厂是涨了5块钱来到259 据说现在外资一片看多 对 今天的外资很多的报告 都把它的目标价调高了 那今天很特别的是 连台积电这种大牛都会起飞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平价 的这个数字之外 其实今天很特别的是 台积电的跳空缺口 所以我们看到外资是一片看多 看得最好的是花旗 已经看到三字头了 314 麦格里看到310 而且通通是优于市场买进 除了大摩石中壢之外 优于市场买进 买进加码买进 买进优于大盘 所以今天当然台积电的股价 就有反应了 我们来看台积电今天是一个跳空 往上开到一个短线的波段高点了 那我们同时间 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话 这个7月初的时候 有一个NVIDIA说要转单的一个利空 让它一个跳空下跌 其实从这一段这样子涨到这一段 我们相信在台积电法说会之前 大家都很担心说台积电 会不会交出一个好成绩 能不能对台测的展望比较正面 所以主要来自于说 这次又有5G又有5G手机 然后又有5奈米 让大家对台积电更有信心 也带动了一些5G相关的族群 我们特别从上游的这个IC设计 今天的联发科 表现也是特别值得大家来做一个关注 就是说现在虽然下来 但是5G里面我们特别看 像华为他特别提到 华为是在中国大陆的5G的重要的指标 他跟台湾的这些晶片厂 在合作的部分里面 就有以联发科作为观察的重点 这一波还有一些IC设计特别强 像4968的利基 它的股价就很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一路大涨129了 我们节目是很早就提醒观众朋友 注意这两个各国 一路碾天涨一直涨 涨到129了 这其实也是受惠一个5G的题材 转单的一个效应 另外我们看到 当然台积电会好 再生晶圆 甚至8028的伸扬半导体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大家特别聚焦的 短短的时间 从39就到60了 今天涨停板 从台积电的利多 你可以看得到哪些可能 也是未来前景会看好的族群 对 我们先从上游IC设计 刚刚提到了 然后在制造的这个部分里面 既然有台积电 当然35族化合物的 3105的文帽 甚至宏杰科 在这段时间里面 也都是受惠于一个5G的题材 还有包括像 这个半导体制程好的话 下游的封装测试也会不错 所以371的日月光 甚至高阶封装的这个精彩 甚至大家看的这个讯星 也都是在高阶封测的一些指标 所以整个族群里面 我们看到泛半导体族群 都会是大家特别聚焦的重点 所以最近又回到电子骨身上了 最近又聚焦到电子骨 而且电子骨在台积电传出好消息之后 有那么一点鸡犬升天的味道 结果整个泛半导体族群 现在看起来都光芒万丈 也就是这些人 所以我们回到电子骨身上了 在电子骨封骨出好消息的 需要沾半导体族群 那么久也就能够消息 现在这些人的灯络 就能够消息 在电子骨尾的东西 那么久也就能够消息 我们现在知道